在上一讲中,我们讲了Rest4的一些基础知识 而在本讲中,我们将会结合我们的Graph Demo 来好好看一看如何去运用这些基础知识 首先,肯定我们先要打开我们的 在C9上的Graph Demo 这个是同学们需要马上去打开的 然后其次,我们需要打开一个Postman 这是我们等会要去使用的工具 Graph在第二讲中有所介绍 它的安装方法也在第二部的招案中 同学们可以到百度网盘去下载招案看一下 如果还没安装的同学 好,我们先进入本节课的正题吧 结合这样一份设计指南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网络API 该怎样在Graph中去写 Graph中有哪些很精妙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去尝试和使用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个API它需要什么 一个API它需要一个请求响应和文档 三个部分来构成 那请求响应文档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请求我们可以看作是客户端向我们的服务器发送的一个命令 响应是服务器对客户端的一个回应 而这样一个请求一个响应 你要请求什么响应回来什么 我们就需要用一个文档把它给记下来 所以一个API就需要这样三个要素 其实呢 这样三个要素并不是只有微博API才会存在的 像我们普通的运用软件API 它的请求是什么 是函数名 那它的响应呢 是返回值 而文档呢 就是你的API文档 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同学们不要想得太复杂 不要想得太复杂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请求 正如我们上一节课所讲 请求它分作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资源路径 资源路径是什么呢 同学们还有没有印象 资源路径就是一个htp地址 第二个是htp动词 htp动词是什么呢 不是那个动词答词的动词答词 是动词 上节课我们讲到 get put post还有delete 就是这个htp动词 不动词 我也被动词答词洗脑了 第三个是请求参数 这一个是本节课额外增加的内容 是上一节课没有的 好我们现在快速回顾一下 上一节课讲的资源路径 上一节课说讲的资源路径 是包含了这样一个htp地址 但是这一次我们举的例子跟上一节课 不太相同的是 我们可以在后面再增加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用户 我们要获取一号用户 是 是 然后这个一号用户 他要登出 那我们就在 yours写杠一写杠lookout 同学们看到这里 理解是能理解 但是 代码该怎么写呢 好 这节课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代码该 想要写 回到C9 看一下我们熟悉的API的RB 这样一个API同学们 是否还记得他的访问链接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运行看一看 好 已经运行成功了 我们需要捕捉一下网址 到浏览器中 于是我们就打开这个链接了 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链接的结构 后面是跟的一个test 前面是跟的API 按照我们的这个 描述哈 我们应该是斜杠uris的斜杠一这样一个模式 那我们也就是说斜杠API后面应该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那如何构成这样一个API的结构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我们首先先要新建一个文件夹 根据grep在reels的约定 你的模块叫什么 那么你的文件夹就叫什么 比如这里的模块 它叫test 那么文件夹名就叫test 它类叫API 那么它的文件名就叫API.RB 同样的道理 我们是关于user的 所以就是user的模块 API.RB的文件名 好 我要快一点 我们就复制粘贴吧 user 然后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链接 它这里是users 然后下面是2 3 这样子变换 然后还有可能会 斜杠 去做某一个操作 比如说login logout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链接的参数 就会里面再嵌套 再嵌套一个 而不是单单的一个参数 那这样的嵌套 是如何去在代码中实现的 它其实是这样写的 一个叫resources的关键词 C9的自动提示 是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们写一个test来测试一下 这个data里面 我们就放这样几个值 第一个是时间 第二个我们放下当前的ip地址 request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是只要启动了reels 就会有的一个全局变量 好 我们把这样一个值格式化到网页中 好 这样一个lay就写成了 lay写成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访问 因为我们还要加路由协议 同学们师傅还记得如何去加路由协议呢 在config文件夹的routers.rb里面 打开 然后开始叫我们的路由协议 C9的自动提示真是超好用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试一试 输入test 我们就可以看到时间和ip地址都打印了出来 复制好这个链接 我们把它放到postman里面去看一下 看一下postman是如何来做 reels for api的一个调试的 把postman放置了这么久后都一直没有去试过 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输入它的网址 然后选择get方式 然后发送请求 返回值我们可以点这个plenty 它会格式化一下 看起来会变得漂亮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返回值是time和ip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有其他的东西 第一个是cookie 这里肯定是看不了的 要装插件 第三个是headers headers可以帮我们去看一下 服务器返回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时间 atag 还有服务器 说是服务器什么服务器 还有数据长度和数据格式 这一些在后面会有用 现在postman我们就先看到这里为止吧 后面的调室我们就放弃流量器 用postman来试一试 回到我们的圆码 我们看一下如何去做出嵌套层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unus里面 它都会带着像这样一个数字 那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再嵌套一层进去 resources 这样一个数字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标记 一个冒号 这样就是id的方式来标记它 像这样抽象的标记 好 我们在里面又嵌套了一层 那我们如何获取它嵌套层中的这个变量呢 很简单 根据grab的框架 有一个叫promse变量 我们可以通过返回知道形式来看到它 好 回到postman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线套层 它生效了没 当前的euroid应该是2 我们发送一下请求2 好 我们再试一下 100 100 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嵌套 我们是成功了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keynote里面 在嵌套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指定静态的路由 比如说这个logout 这一次我们换做post的方式吧 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 在postman里面怎么发送其他形式的请求 这个返回值我就复制粘贴一下 这个返回值我就复制粘贴一下 logout 太不复制粘贴一下 太不复制粘贴了 好 我们回postman里去试一下 改成post 我们可以看到请求是生效了 就是说在这一边 http的请求方式是跟我们定义的 get post delete相关的 然后在路由协议里面 我们可以不停的去嵌套和设置静态的路由 但是这里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回到keynote 我们本身是可以去无限嵌套的 但是我们在设计API的时候 是不推荐去嵌套的 因为嵌套层越深 对Ruby而者 他的调用战越深 他在解释的时候 速度越慢 第二点 他本身是通过正着表达式 去识别的 嵌套层越深 也有可能会导致识别失效的问题 因为你中间始终会有两个键 是相似的 所以我们是不推荐嵌套那么多层 我们就推荐 URS里面 在像这样嵌套一个数字 然后再嵌套一个表达 如果有更深的一层要去表达 请重新开一层 不要在里面再嵌套 那样是不好的 好 在这一讲里面 我们讲了资源路径和HPTP动词 好 现在中场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回来继续讲 请求参数和响应的部分 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